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尿病现在成了一个社会病 发病率在很高 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 但是呢 我们又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 所以造成了这个糖尿病发病率明显的升高 对吧 而糖尿病发病率升高呢 对心衰来说呢 它心衰发病率也会增加 第一个 糖尿病呢 看起来你没症状 其实呢 损害在进行着 如果症状一旦出现 往往到比较严重的时候了 所以呢 糖尿病对心脏损害 它就是血糖高了以后 会影响心肌的代谢 会影响心脏的宫血 会影响心脏血管 造成了心蚀的这个从垢 所以这些都会加重心衰的 再一个糖尿病人呢 大家知道容易合并感染 这大家都知道 这糖尿病手术伤口不好好 糖尿病感染不容易好 所以糖尿病就是容易叫人抵抗力的下降 而抵抗力下降 它容易合并一些感染 合并感染往往是心衰诱发加重的重要的一个诱因之一 所以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 容易得心衰 并且呢 也容易这个合并症加重心衰 所以对于糖尿病合并心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这是一个前提 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